Hello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 虽然坚持自我是一件好事 但听取他人的意见 或许也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糟糕 在网上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本来毫无人气 在各类平台都处于茶无此人的状态 但有一天 他们意外被路过的网友发现了一些特点 在虚心接受建议改造后 马上就在一夜之间火爆全王 今天 拔丝君就来谈谈那些最听劝的网红 讲述他们从积极无名 到坐拥百万粉丝的精彩逆转故事 第一位听劝的网红名叫Mars 又被粉丝们亲切地叫做湖南 湖南最初本来只是一个 无人问津的小透明健身博主 日常拍摄的视频内容 大多数是教大家如何用锤铃锻炼身体 这个看上去像是大铁锤一样的健身器材 玩法多样 上局能锻炼肩部和拱二头肌 从下向上提还可以锻炼腹肌 虽然它占地面积小 随时随地都能拿来练上几把 但可惜的是 这个健身器材并没有广泛普及 再加上健身博主的载道人满为患 所以湖南的视频播放量也异常惨淡 最低的视频点赞数 更是只有可怜的六个 本以为他会继续这样默默无闻下去 没想到转机很快就来了 一次练习中 因为房间调控不够 为了不打破天花板 湖南只能跪在地上使用锤铃 但没想到的是 正是他这奇特的练习姿态给了他热度 一名路过的网友发现湖南跪在地上 挥舞着锤铃的样子 和一款鸣叫和班尼特弗迪 一起攻克难关的游戏里的角色异常相似 因此对他提出了热心建议 你听我的 你买个钢 开直播往那一做 这辈子就成了 由于这个建议过于奇怪 湖南刚开始 当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但渐渐的 他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他的评论区疯狂发一个长相 和他很像的光头游戏角色 哥们儿 你俩是什么关系 眼看着求他 COS这个角色的评论越来越多 湖南也索性陪网友玩到底 只见他坐在湖中 挥舞着锤铃 甚至还贴心地 配上了游戏的景点音效 看上去还真的像是游戏角色 湖南打破了资源壁 湖南的听劝行为 很快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他湖南的称号也就此传开 大家纷纷跑过来看他的表演 直接给他冲出了26万点赞 湖南也从原本一条视频 只有不到两位数点赞的小透明 成功蜕变成小有名气的健身博主 在尝到甜头后 湖南更是听从网友建议 趁热打铁开启了直播 自从他COS游戏决策后 就连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瞬间翻了几十倍 哪怕直播PK送礼 碰上一个身材较好的性感女主播 也能凭借坐下的钢 让大把的观众为他送上礼物 对面的女主播都快把腰给扭断了 还是拼不过坐在钢里的湖南 如果说湖南只是无意间创造出来的 节目效果 那么下一位听劝系博主 则是先天COS圣题 此人不红天理难容 在情人节那天 来自云南怒江的阿辉 酷于找不到女朋友 在网上发了一张自拍 请求网友为他提供穿搭帮助 照片里的他眼神呆滞 头发凌乱 一副看起来像是受尽社会摧残的样子 就是这样一张普通的照片 直接改变了阿辉的人生 有一个吃瓜网友 很快就看中了阿辉的脸 并给他一个看上去 非常不靠谱的建议 哥们明天剃个头 脸抹黑点 开个直播 BGM就放视频里这个 喝个冰红茶就在那坐着 时不时对着镜头咒鸡几下 保证这辈子不愁吃不愁喝了 还有热心网友直接私信阿辉 直接给他指条明路 让他去COS科比 而阿辉虽然不懂篮球 但当他拿起科比的照片对比时 发现自己的没演出 确实同照片上的这个黑人 有几分相似 他意识这是一个难得的 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 很快就开始了假扮科比之旅 2月21日 阿辉发布了一段 自己去理发店剃头的视频 当晚就开启了直播 只见头发已经被剃光的阿辉 穿着经典的24号球衣 默默地坐在房间里 时不时露出一口大白牙 这一刻 他与科比的相似度 飙升至全新高度 甚至可能让科比的 一双瓦尼莎也维持惊叹 作为全球知名的NBA篮球巨星 科比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 简单的篮球明星角色 更象征着一种信仰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对所有科比的球迷来说 能够再一次看见科比的容颜 也是一种慰藉 而阿辉不仅长得像科比 现在就连穿着打扮 也朝着科比靠拢了 不管是科比的粉丝 还是黑粉 都为他带来了大量的关注和人气 而阿辉也没有辜负那位网友的期待 他不断模仿科比的穿着和神态 到最后 甚至连AI图像识别系统 竟也无法分辨阿辉与科比之间的区别 如果用阿辉的照片进行AI搜索 结果就会显示科比 在与其他主播连线PK时 对方也会惊呼一声 科比归来 虽然阿辉在直播间内几乎不开口 但人气却犹如火箭升空 观众人数迅速突破十万大关 礼物更是如潮水般源源不断 不管对面的主播是美女还是帅哥 都能轻松取胜 作为直播界的新面孔 这样的开局战绩足以碾压绝大多数同行 一鸣惊人 那火了之后赚了多少钱 赚了八万多 一个月赚了八万多 但是不到一个月 十多钱 除了外貌相似 阿辉还通过独特的表现方式 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网红地位 只要网友们提出意见 他都会尽力满足 刚开始在直播里 他只是一边放着CEO GAME 一边模仿科比神态 到后来 他还开始模仿科比的说话方式和口头禅 甚至开始学习打篮球 将自己真的和科比融为一体 尽管阿辉每天只直播几小时 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超高人气 短短半月之间 阿辉的粉丝数量保增50万 不管他干什么 只要一开播 就会有网友源源不断地 为他送上直升机礼物 如果阿辉更愿意配合弹幕 说一些简单的经典台词 一开口就能赚取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纵收入更是飙升至令人沉默的上百万元 但不管是湖南还是云南阿辉 他们都是靠模仿走哄 而接下来这位网红 却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广大网友的好评 2021年12月 小爱同学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张自己的照片 和云南阿辉一样 他以为自己找不到女朋友而苦恼 照片里的小爱同学穿着黑色的西装 身材微胖 发型有些随意 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拘谨和不自信 评论区里网友的建议接踵而来 大部分人都在切实为他分析问题 有人说他发型不对 有人犀利地指出 他的工作不具有持续发展显力 有人友善鼓励他先从减肥开始 不管是刺耳的批评 还是真诚的鼓励 他都许心接受 并按照建议不断地付诸实践 在平台上给予反馈 评论中不乏说话直白 略显刺耳的话语 但小爱同学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拉黑这些评论 相反 他认真回复了这些建议 为了能更好分析自己找不到女友的原因 小爱同学甚至把自己的职业信息 家庭背景还有资产情况 都直接回复在了评论区 大家说发型不好看 他第二天就去剪了个侧背头 虽然看着比原先好了一点 但还是差强人意 但这些吐槽 并没有打消小爱同学的积极性 为了彻底改变发型 他剃短了头发 戴上了帽子 与此同时 小爱同学的减肥大业和穿达改造也同步展开 2022年2月25日 他发布了一条个人减肥计划分享的笔记 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减肥方法 这条笔记共收获上万个点赞 不少网友惊叹于对他的执行力和毅力 还有人被他的意志力带动 也决定开始一起减肥 就这样 小爱同学收获了第一批粉丝 由于之前的穿达有些闲牢 他就选了很多少年感的衣服 做上记号 让大家帮忙投票 就连眼镜是银框还是黑框 帽子是毛线帽还是棒球帽 他都会询问网友 一年时间里 凭借着积极采纳建议的挺犬精神 超强的自律性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小爱同学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从发型 身材 传达 到整体的状态 气质都呈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他从一个臃肿的房屋中介形象 变成了看上去只有20岁的男大学生 正是因为小爱同学态度好 执行力强 一下子反向激励了网友 大家也对他越来越上心 从看笑话到希望他越变越好 给出来的意见也越来越细 甚至还有好心的网友 教他如何刷酸去斗 医美护肤 化妆等方法 然而外表改造再成功 但想找到对象 看脸也不行 于是大家又操心小爱同学的工作和学历 催他找副业 学技术 考大专 他当然也都听了进去 像当初改造外貌一样 一步一步地改造自己的条件 有网友为他提供了详细的自考流程 小爱同学立马报名 他因为学习表现好被老师夸奖 为了丰富自己的技能 他甚至在空余时间内考了一本护理证 就这样 这个全网最听劝的男人 从原本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死工资 到现在靠卖汽车配饰 当护工 一个月能赚取9000块钱 工资虽然看起来不多 但是和原来比翻了整整三倍 后来小爱同学算了一笔账 一年来买衣服 健身 护肤 考证等控花3万 为此他还卖掉心爱的无人机 虽然这对小爱同学来说是巨款 但从结果看花得很值 从改造外形到改造学历 再到改造工作 由内到外 有表积离 网友像打造产品一样塑造小爱同学 享受着养成系快乐 小爱同学肉眼可见的变好看 变有钱 变优秀 也让网友超有成就感 2022年12月 一位摄影师主动联系了小爱同学 这位摄影师和他是同乡 因为被他的故事打动 觉得很有力量 想为他排一组写阵 隔年春天 他们便在一起了 此后的进展就像火箭一样快 7月小情侣见父母 9月小爱同学在梅里雪山求婚成功 10月两人领证 开启新生活 这个励志故事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后来 一位网友被小爱同学的经历所感动 决定在TikTok上 把他的故事分享给其他外国网友 他的视频获得15.9万的点赞 成功引起了外国网友的支持和关注 于是各国青少年都涌入这个中国平台 举着听劝的标语求改造 让网友们给自己提供一些外形改造建议 先不说后续改造成不成功 但他们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学会了听劝两个字 好了 本期的把斯蒂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